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不到乌鲁木齐不知西域之神奇 乌鲁木齐亦为优美的牧场 总面积一万四千两百一十六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三百五十多万人 乌鲁木齐的醉人不仅仅是风景万种的神秘女郎 更是天下女郎仓之称 这一集雷探长走进乌鲁木齐大巴扎 感受西域美食的盛业 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 这里街道干净建筑漂亮 当我走上街头 我就感受到这里充满了热情和活力 大家好我是冒险男长 此刻我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省会 也就是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 它位于这个整个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中部 种格尔盆地的南边 而且呢旁边就是优美的天山 它呢架起了欧亚之间的一道彩虹 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欧亚的中心位置 是欧亚的心脏 我在天山区街头走着走着 突然飘来了一阵美食的气息 我顺着香气走过去 看到了一排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 原来是来到了大巴扎美食街 巴扎是集市的意思 这里各种各样的美食 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华 此刻呢来讲呢来到了这个新疆的 古丝大巴扎的美食街 西塞山前 白鹿飞 桃花流水 贵鱼肥 就在我被这各种各样的美食 不知所措时 人群中一位新疆女孩 突然闪现在我面前 哇 我来到这个大巴扎的 这个美食街呢 看到了有这个新疆 这么漂亮的美女 你觉得在新疆的心目中 什么美食最好吃的 我是一个围碗子吗 我觉得 维吾尔族名字是什么名字 你说 什么名字 美热 美热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花的名字 美热是个热爱生活的姑娘 她希望更多人了解新疆 维吾尔族是个爱花的民族 人们戴的是绣花帽 身穿色彩艳丽的花裙子 维族服饰在她身上 也显得格外的耀眼出众 就这样 新疆姑娘美热 决定做偶的向导 她为了更好地带我了解大巴扎 还特地换上了维吾尔族服装 哎呦 美热今天穿的衣服 真的是红艳艳的 就像一朵玫瑰花似的 其实你说吃 你平时吃鱼多还是吃羊肉多 羊肉多 羊肉多 鱼还是感觉是生活在那种水尖的 那个维吾尔族里 鱼就是我们在婚礼的时候 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是多一点 一般你们是炒的多还是烤的多 烤的多 烤的多 新疆烧烤 对吧 新疆烧烤 对鱼怎么说啊 美国人 比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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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么鲜美的烤鱼啊 就这样出炉了 出炉之后呢 她用装盘的方式还挺特别的 她要不要用铲 把那个粘粘的这些边铲下来 来到这个大巴家的这个北市街呢 一定要吃吃这种鱼啊 哎呀 真的是口水都下来了 哎 我看这边介绍说是一鸽胜酒鸡 有鸽子是肉人参的说法啊 这个鸽子维吾尔鱼怎么说啊 开不大 开不大 新疆抓饭是维吾尔族的主食 选用大米和羊肉一起煮熟 抓饭营养丰富 具有食物的功效 而维吾尔族招待新客人 一定要请他吃一次抓饭 大锅抓饭 更是新疆人民豪迈性格的体现 我觉得新疆人的这个饭里面 放了很多油 这个是我想不到的 油锅就好吃抓饭 油烧就不好吃了 油锅也好吃 下面就牛了嘛 我们就这样往上面拿 拌一拌啊 这么大一个锅 这是你们的特色吗 特色呢 大锅抓饭嘛 这家 大锅抓饭 对 就是我们平时在家做装饭的时候 把这个油可以放到头发上 把油放到头发上 就让头油是吧 对 不是 可以营养头发呀 就是改善它质呀 极具地狱色彩的新疆烤包子 唯语叫萨木萨 尤其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对于火候的把控下 不仅口感焦脆 肉馅鲜美 外观也金灿灿的 对于去过新疆的朋友 没有人能够忘记它的味道 你这个 你烤包子技术是祖传的呢 还是这个学习的 都是学习的 学习的 学这个难不难 学烤包 说难就难 说不难也不难 就看一个个人的毅力吧 我觉得是不要 至少要先学和面 和面还有火候 火候 熟的地方吗 没有好的地方 没有好的地方吗 我们的大师傅 大师傅啊 好几次伤的 哦 是的 是他不错的 他烤包子多少年了 32年 32年就烤包子了 现在50多岁了 二十多岁就开始了 二十岁就烤包子了 那真的是 对我们特意从卡士老家那边 把他请过来的 你是卡士人吗 我是卡士人 然后我梦过来 梦过来后发现我自己也不是很多 所以找了一些会做的大师傅们 一起合格 这是我们左边 是我们爸爸家的囊房 囊房 我记得在那个楼兰 还是那些古城里 还出土过一些囊 什么一两千年都没有货 新疆囊王师傅来教我做囊 先几个 第一步就给你 在那两手压平一点 两手压平 是这样吗 对 我就不客气了 好 第二步 改面 这样 改面的时候 不要改到这个囊边 不要再改到中间 改到中间就行了 这个囊房师傅表达得非常清楚 可是这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囊边 囊边 对 炸钱一拜 我要炸了走 哇 哇 现在呢 此刻 雷探长来挑战一下 整个 能够成为这个囊王的最大本事 囊除了在面粉中加入鸡蛋等真材实料 烤的工序也极具挑战 而最后一步便是将制作好的面饼放置在托盘上 用手拍入200到300度高温的囊坑中 紧紧的贴在坑壁上 烫伤是在所难免 就看习不习惯而已 而我究竟能不能挑战成功呢 是扎的那个 或者这个里面 那都可以 手放在这 它不会掉 现在那毛刀在这 好 毛刀在这 3 2 1 哎呀 这还真粘上去了 看看 这个塑料袋跟我的手已经粘在一起了 太烫了 太烫了 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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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到了吗 塑料袋跟我手完全粘一起了 都画上去了 可见这温度 温度之高啊 在工业化如此进步的今天 为何不用机器取代手工呢 我想 这或许就是男王 对于传统手艺的坚持 即使手臂伤痕累累 也要让各族儿女 都能够品尝到新疆的味道 让丝绸之路上的味觉记忆 一直流传下去 黄沙漫漫天际阔 沿着玄藏西行的线路 你会发现 《汽油记》里的很多故事 都诞生在如今新疆这片土地上 师徒四人翻越火焰山的剧情 还让人们记忆忧心 赋予了这片土地更多的传奇声 你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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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 你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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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欢迎福尚赶紧来评语 他是假的 他是假的 你的脚子就不像孙悟空 哪像我呢 越看越像 西行者 1 2 3 如果 上天 再度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愿意 对那个人说一句 我决定 放了 西霞仙子 唐僧举今 要经历 九九八十一难 而我们的人生 难道不也是一次修行吗 酸甜苦辣 尽在其中 当你用美食体味着 人生如梦 戏如人生时 也不由地品味出 西游记中的那些道理 此时 每日让我也换上一套 维吾尔族传统服装 希望能更好地帮助大家 解读当地人的生活 我推荐你今天还是最好看的 好 那我就火送你穿上 维族男装 是北方游牧民族服装的演变 古时候 为了能够方便骑设 衣服再长 都要从腰间开插 以便能够跨上高头大马 这个有点像是 我们以前那个 就你们那个秋辞的什么壁画上 画的那些牧人 或者那些王室 好搞笑 像一个 像一个卖羊串的 那个美人 你看 咱们这样吧 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舞蹈的感觉 我们就以歌舞的形式下楼吧 好 一拜走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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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热没热你到那里去 你到哪里去 你到哪里去 没热你准备到那里去 你 要带我到那里去 你要带我到那里去 你要带我到那里去 去到这个巴萨里面 吃点好吃的怎么样怎么样 咋样 你觉得我像不像维族人 这么一穿 像 还有个胡子吗 还有点胡子 库尔班大叔 不对 我现在我感觉一穿这个 跟他站一起的 他就像那个闺女 我家闺女 叫喜儿 不对 我是库尔班大叔 你就是那个 哈纳尔汉吗 哈纳尔汉 我万万没有想到 热情的新疆各族人民 竟给我准备了一桌子佳肴 汇聚了天山南北的 所有特色美食 这什么呀 卡瓦斯 卡瓦斯是用什么做的 蜂蜜东西有花店过 对 这是羊羊菜是不是 我们没有炒肉 她的美女吗 快乐 起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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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 起来乐 起来乐 一个卷车音很难发带 起来乐 起来乐 然后介绍一个名字 起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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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不仅粮食丰富 由于早晚温差大 让瓜果变得更甜 据统计 2018年 新疆园林瓜果产量 1059万吨 新疆企业实现网上水果零售额 达159.7亿元 这就是切糕 可以给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切糕里面的一些材料 马仁堂又被称之为切糕 是维吾尔族古老的小吃 做法和萨奇马有些相似 虽然在内地人们对它 有种种误解 但是正宗的切糕 却是一种好吃 价格又合理的美味 这一套才40块钱 对 40多块钱 拿个单放这儿 拍一下 拍一下 没有 就放秤上来就好了 放秤上来 你看 所以大家 我会点65块钱 65块钱 那65块也还好 对 因为它这个 现在是它的精数 它已经到 80 800多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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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属于货真价实的像核桃啊 几个什么的 干果 本来这些核桃干果它本来就是属于 而且营养价值比较高 屠鲁番是中国葡萄的主要生产基地 总产量占新疆的52.84% 是全国的五分之一 而葡萄干的产量在全国高达40%以上 这个真的是葡萄沟的这个量 这么多的 美人换上了这个漂亮的这个 维吾尔族的舞蹈的服装 还有帽子 美人你知道这边的这个葡萄 是怎么做亮出来的吗 就是我们这是铜鲁番的葡萄干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量放银干的方式 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就是这个葡萄 假设亮了它能放多久会不会 放多久会不会啊 放多久会不会啊 那不是就是整个吃果的 我们在吃吃文物嘛 这已经到达到需要放多干了 嗯 我知道 而且我发现啊 而且我发现啊你看 葡萄的这个葡萄有什么颜色啊 然后见过葡萄就我感觉 生驴的而且很长 这么果肉的 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啊 哎 听说吃葡萄能长寿 我看那没用 是吧 所以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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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的那个老 长寿的可能特别多 我听说就是三个原因 一个就是说 吃 酸奶 嗯 吃 吃 吃囊 还有就是吃葡萄 葡萄亮城葡萄干的这个亮房啊 它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啊 在葡萄番茄这个地方呢 啊 用砖块呢 砌成这样的一种砖房 而且是非常透气的 外面小方格这样子 这样的这个葡萄干呢 它就会水分呢 出去 但是又不会完全把它给晒坏 所以他们这个地方在晒水果呢 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嗨 你好 你几岁啊 给叔叔摔一下你名字 让你几岁好不好 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好 你叫什么葡萄啊 啊 你叫什么葡萄啊 葡萄 啊 你的名字叫什么 葡萄 葡萄 他葡萄 葡萄 葡萄葡萄 不是不是 哦 就叫葡萄是吧 你们好 嗯 里面有很浓的那种 有烧上来 花香 有香 慢慢好嘞 其实在那种地区 我觉得吃哈密瓜呢 完全是有甜的味 或者是甜和不甜的吃的 但在这边吃哈密瓜 原来还能吃 第三第四种味道 就是那种花香 在大巴扎 一群漂亮的维族女孩 在向我打招呼 好奇的我迎上前去 原来 他们在做城市文化宣传 他们看我人生地不熟 想教我几句维吾尔语 方便和当地人交流 你好 我一定会记住的 这个我一定会记住的 然后呢我还会一句维吾尔语 想听吗 想听 起来了 不是起来了 不是起来了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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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说的啥 他说的是意思是说 新疆的女孩都漂亮 是吧 你要我猜的好吧 你是哪个好 我从上海来的 上海人吗 对 上海人 阿拉上海人 对 那我叫你吧 阿拉上海人 阿拉上海人 那个老师说吧 您 对 阿拉上海人 湖江上海无 湖江上海无 诶 叫得非常好 就是我上海人会说上海 是这样说的 你们 咕咕咕咕咕 有个问题我要问你 就是那你择偶标准是什么 就是有责任性 还有就是高情商 高情商 高情商 然后就是 有责任性 高情商 然后我性格比较小孩子 对 他哄着你 对 我爱不要哭了 来 我给你买 就那样 对吧 对 还有呢 可以带着我成熟那种 带着你成熟 好 后来你又找到维度小伙吗 就是那个 没有 能扮你成熟的那种 还没有 还没有遇到 还没有遇到 回来我像去内地发展了 然后我家人不通议 因为我以前当过模特嘛 当过模特啊 对 在新疆 除了美食美景外 还有着美观大方 造型奇特的手工艺品 不仅有着鲜明的实用性 更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对对 这种丝绸还是挺厉害的 挺挺好看的 这个丝绸叫什么来着 就是那一道一道的那个 这个吗 新疆有特色的那种是哪一种 这是艾特莱斯的 艾特莱斯的花纹 这名字很好记 就奥特莱斯的 艾特莱斯 艾特莱斯 这种手工制作的 那本领太高强了 其实价格还好 其实价格还好 你说在这买地毯还能砍价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对 那还挺好的嘛 那砍砍价格 大家这个价格其实还是合一的 因为我去那个伊朗 去了解到那个地毯的价格 特别吓人啊 一万两万起步 这个地毯还我觉得更漂亮 它还做出这种很细的这种花纹 居然这个价格好像还行 还挺合理的 这是要是画上去就好了 真是画的 对 画的 不可能是画的 这个服装给你很像 这个服装给你很像 像吗 像吗 像 像 哇 这个地方原来没有动听 哇 这就是 真的是很破真价实的毡房 来 我们来认识啊 这个毡房的女主人 你叫什么名字 叫阿里亚 阿里亚 阿里亚算是哈萨克名字 是吧 嗯 我知道哈萨克的服装 像那个西班牙裙子似的 底下有好多那个花 对对对对 跳的时候那个花那样 但是它为什么有羽毛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鹰猫 鹰的猫 对对对 这是我们最珍贵的 就是猫头鹰 猫头鹰 猫头鹰 就必须是猫头鹰 它不能是老鹰吗 老鹰 老鹰 我们是 经常帽子上面用的就是猫头鹰 我给你 嘿嘿 是不是又变成哈萨克人了 我要跟这个哈萨克的公主 来跳跳舞 这个不倒是在摸 对 骑马的东西 骑马都很好 提赖了这个哈萨克人的生活 真的是不容易 要知道在新疆 这些民族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 特别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好吃的那么多 好玩的那么多 而且漂亮的人也有特别多 所以说要想找到这个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 一定要来这个新疆看 我又换回了我的新疆服 现在我走出了这个毡房 新疆是欧亚大陆的连接处 自古就顺着丝绸之路 流传下来各种民族乐器 像维吾尔族的都塔尔 热瓦普 哈萨克的东布拉 都极具代表性 两千多年前的琵琶 就是受西域乐器的影响 不断演变 成为今天的汉族代表乐器 使得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 不断融合紧密相连 我不回 来尝试一下 我的爱情像杯美酒 一杯美酒 心上人请你把他担头 天山上的雄鹰只会 寒暄不回我山顶 亲爱的你什么时候才来临 老师真好 老师一直在佩服我 谢谢老师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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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音色真棒 关键是要问老师 这把琴卖多少钱 你告诉我 这把这么好的琴 你赢着卖多少钱啊一般 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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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好 还好 因为你这纯手不做的啊 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今天的新疆人民享受着美食美景 在歌声和舞蹈中幸福而快乐着 只有心情耕耘 即使是戈壁荒原 也能变为米粮田 我们能走多久 靠的不仅仅是双脚 而是智想 红湖智在苍羽 燕雀心细言下 我们能登夺高 靠的不是身躯 而是意志 从南疆到北疆 我记录了一个个满怀信念与梦想的建设者 他们的故事感染激励着我 希望新疆的明天更美好 新苏鲁的篇章 能够在新疆这片土地上再次书写 告别了新疆 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 周庄 中国第一水乡 这里的相应相情 也许是你儿时的记忆 下一集 雷店长带你走进周庄 感受江南水乡的神秘色彩 能够在学校里等 未经许在哪里 新疆的高峰 也许是早上 任何人 未经许在望 新疆树 量 到美国 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